大陸最大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18日证实 从12月3日起将调整支付宝转账政策 电脑上进行支付宝账户间转账 运用免费额度停用将全面收费 将影响大陆8亿个支付宝用户 在手机上使用支付宝钱包转账则继续免费 不过此局引来网友强烈反对 批评这是猪养肥了要杀 南海媒体今天报导 据推断LG电子所属直升机 16日在雾气中脱离正常航线 装上首尔三层栋ipark公寓 在中国大陆发生了雾霾 已成影响首尔市中心直升机飞行的危险因素 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管署周二表示 中国大陆登革了疫情规模大于往年 病例数创新高 广东省从7月起明显攀升 10月通报1211例 是近4年同级平均的17倍 其中以佛山市 广州市 中山市 江门 珠海等地 疫情严重 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 昨天在北京表示 两岸三地大中华区资产超过 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 总数已超过美国 跃居全球第一 不过中国大陆亿万富豪 从此喜善的比例有待提高 新闻的电视 正面报导